看到全世界全年的鱼货量 有五分之一来自非法的捕鱼船队 而且呢有很多的西非国家深受其害 非洲西部狮子山共和国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渔夫们默默的整理工具准备出海捕鱼 但他们其实心知肚明 这一去可能又是白忙一天 大型的拖网鱼船屏幕张胆 出没在近海的专属经济区 但更多的是海上的幽灵部队 绝大多数非法的拖网鱼船 用鱼网用纸板遮住船民 有的干脆把船身涂黑 像画面上这艘其实是来自南韩的渔船 这些大船神出鬼没 就连作业时间都按着来 他们被形容是西非海域的吸血鬼 大口大口的把渔民赖以为生的鱼 混进自己的肚子 官方统计全球市场一年内 流通的渔货有五分之一 来自这种非法鱼船队 互获价值高达230亿美金 这些来自欧盟南韩或中国的海上恶霸 放出的拖网大小足足能容纳13架 巨无把客机 每次出凳就把海藏上的生物 一网打尽 大型拖网渔船一天捕捞到的鱼 是50艘西非渔夫的船只 总计一年的 不过量 更恐怖的是 这些掠夺者只会留下欧洲 和亚洲市场喜欢的鱼种 多达八成的鱼祸被当场抛回海里 但这些鱼早就因为离水太久 成了死鱼 这种大规模无差别的捕捞 等同海洋生物的无情屠杀 非法鱼船不止谋杀了大海 也让西非人走了某种路 渔夫捕不到鱼 进了城镇靠着烟熏鲜鱼 来养家活活的妇女 也跟着丢了工作 烟熏小屋里 看不到肥厚饱满的大鱼 烤架上只剩手长大的小鱼 妇女们甚至经常只能盯着 烟熏干瞪眼 受服的不只是西非渔民 幽灵船等同海上的血汗勾唱 经常漂泊半年一年 鱼工如同不利 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只能在与货分装区和海鲜 一起洗澡 其中有些其实是偷渡客 搭上非法渔船 却被困在茫茫大海无法靠岸 幽灵船甚至卷入毒品 人口买卖 船老板惊人的破例背后 牺牲的是在底层挣扎的工人 还有非洲渔民仅存的一线圣机 一线圣机 一线圣机没有饮食 他们会找到其他方法 我们可以跟这些船船一起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我告诉你 从东非的索马利亚开始 非洲沿海国家一个个文献 更糟的是黑船来袭 还送上恐怖大礼 来自意大利 英法等欧洲国家的 核废料和有毒垃圾 被伊彤彤的运往非洲请到 毒杀了海洋 原本神不知 鬼不觉 却因为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 大浪把托马利亚海域等 核废料桶卷上岸 恶行终于曝光 物色污染直接间接地侵蚀 让非洲居民百病重生 西非的迦纳 圣亚海岸 随处可见焚烧垃圾的景象 穷人家在满地先进国家 运来的3C垃圾中掏金 他们没有工具拆卸 只能用烧的方式 溶掉塑胶外壳 搜集铜线换钱 却也烧掉了自己的健康 满天浓烟随风飘散 仿佛毒气龙卷风 港边源源无绝的货柜 装满等待拆解的电视电脑 这些3C垃圾 隐藏着更大的危机 贴着秘密标签的主机 来自美国政府机关 交给专业人员 一下就能修复硬碟 高端的个资机密全都漏 海军停在港边的茶器艇 等同货头烂铁 做个样子 根本追不上任何一艘黑船 政府贪污挂钩 民众一清二楚 从通报到锁定目标 层层卡关能真正被击察员 抓到把柄开罚的幽灵船 少之又少 绝大多数的违法船只 靠着不断变换船名 国籍届时缓魂 只能任由美丽的海岸线 继续沉沦